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格林多后书第二十天 格林多后书九章六至九节 我在别人需要上的责任 少中的少收 多中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如经上左寄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他的人意存到永远 在格林多后书第九章中 保罗利用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性 来说明一个重要的信仰经验 帮助别人就像撒种子一样 付出越多的人 得到的也越多 另于付出的人 生命就愈加贫乏 第六节说 少中的少收 多中的多收 在原文里 少有吝啬之意 多有祝福之意 这就是指明了 那吝啬撒种的 也必吝啬收获 那带着祝福撒种的 也必带着祝福收获 带着祝福撒种的意思 是指 为了别人的好处而撒种 所以当我们给别人钱财时 我们就是在撒种 而这撒种不是为我们自己 而是为了别人 我们若为了别人带着祝福向人撒种 我们就必从神那里收取祝福 撒种带进收获 这是一种自然律 我们先要撒种才会有收成 所以我们撒种时 要慷慨地撒种 而不是吝啬地撒种 我们若吝啬地撒种 就会吝啬地收获 但我们若慷慨地撒种 就能看见神是慷慨地 宽裕的 我们在神面前该怎么做 要做多少 并不是凭自己定规 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管理 按信心的大小来做分配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我们给的时候不要做难 凡要喜乐 给的时候若是做难 倒不如不给 这里的勉强原文有受压被迫之意 换言之 若在给予上感觉困难 就不要给 因为神从不勉强我们 使我们做难 祂只是叫我们看见 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神不看我们所献上的 单看我们愿意摆上的心 祂喜悦舍己的奉献 所以祂称赞 那献上两个小钱的穷寡妇 而对富有的人 在有余之中 所献的保持坚默 当神赐福让我们累积更多财富时 并不是要我们单独享用 而是要用来帮助更多的人 真心且心甘情愿的奉献 喜乐之心就会随之而来 这样的奉献 也会得到神更加丰盛的祝福 使我们不但心中有喜乐 也充足有余 并且能多行各样的善事 主啊 我所有的都是从祢而来 无论是钱财 或是获得钱财的财质与机会 都是祢所赏赐的 让我更多的看到别人的需要 也是我在供给别人的需要上有份 道读神的话 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七节 少中的少收 多中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阿们 主啊 你说这话是真的 少中的少收 多中的多收 主啊 谢谢您 阿们 是的 主啊 要谢谢你 因为这话是真的 这话就是少中的少收 多中的多收 求主帮助我们 可以成为一个勤劳的人 可以多中多收 阿们 主啊 是的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勤劳的人 可以多中多收 主啊 是因为你告诉我们 少中的少收 多中的多收 主啊 让我用你的价值观 来面对我的生活 阿们 主啊 是的 也让我们个人 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主耶稣 求你让我有一颗 甘心乐意的心 为神奉献 阿们 主啊 求神赐给我一颗 甘心乐意的心 可以为主来做工 因为你是不勉强人的神 让我们凡事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阿们 主啊 是的 让我们凡事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主啊 因为你是不勉强 我们的神 主啊 愿孩子 在你面前所做的 都是出于甘心乐意的 阿们 主啊 求主保守 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 都是出于甘心乐意的 要因为捐得乐意 是神所喜爱的 主啊 愿你喜悦 我在你面前 甘心乐意的摆上 阿们 主啊 愿你喜悦 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上 求主悦纳 阿们 主啊 是的 求主悦纳 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上 愿我们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见自己的责任 凡事不勉强 不作难 捐得乐意 成为别人的帮助 祷告侍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耶和华 祢的化 祢的化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